台湾的夏季,潮湿、闷热许多的犬猫容易有寄生虫或是皮肤过敏 造成狗狗猫猫、皮肤痒、刷破皮等伤口感染的问题 高桥动物医院就举办了一场小学堂和四组一起来分享 讨论毛宝贝常见的皮肤问题 从观念和用药上如何细心照顾自己的毛小孩 夏天容易造成许多犬猫皮肤疾病 因此造成皮肤痒、刷破皮等伤口感染问题 日前高桥动物医院就在Choka Choka巧克咖啡 举办一场高桥小学堂 与四组一起分享讨论毛宝贝们常见的皮肤问题 现场一半是猫咪四组 但对于宠物疾病都希望能与专业医师直接讨论获得有效治疗 夏天到了很多寄生虫的问题 是很多狗狗猫猫的主人常常见到的这些困扰 那包括还有一些过敏的问题 那狗狗猫猫会开始抓痒啊 甚至抓到破皮、掉毛发炎的状况都很多 那很多的主人很困扰这些问题 尤其是到了每年夏天 然后甚至常常必须要用药物 或者是很高频率的洗澡的方式来解决皮肤的问题 那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用一个不是很大规模的方式 跟四组之间做一些良好的沟通 告诉他们一些比较正确的皮肤保护的观念 跟用药的方式 现场有从事流浪动物协助的志工来参加 希望学习更多基本的照护知识和观念 本身的话有在帮助一些流浪动物这样子 那流浪动物比较常见一些疾病这样子 就是有很多种 那皮肤的话也非常常见 那自己家里的猫就有时候会哄哄的啊 然后再去给医生那边看 可能是湿疹等等问题 那就会想要就是在第一时间指导这样子 可以帮助更多动物就是一些比较轻微的事情 院长应宏园表示 课程主要从寄生虫、黴菌性、过敏性皮肤疾病 三个方向来说明犬猫常见的皮肤问题 并表示常保环境清洁能有效降低感染源 四组用药也建议询问医师较为合适 并表示猫咪跟狗狗的照护及医疗方式不同 用药其治疗方式也不同 疫苗定期施打才能有效预防疾病的发生 借着长邦彦华联施报导